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学生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讲的是X航枪的动作制作 我们打开这把X航枪 好 现在就加载进来了 我们看这把航枪 我把它渲染的颜色 像这个支架 这里有一些固定支架 我都把它渲染成黄色的 这样的话比较我们用肉眼识别它 在这里用黄色的话可见性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的一个焊枪电击壁 我使用的是一个类似于铜色的 因为在我们现场实际的焊枪数目的话 它是一个铜字的电击壁 然后电击头我使用的是一个橙色 然后还有编辑器我使用的是蓝色 然后连接板使用的是一个浅蓝色 然后做这把焊枪同样是跟我们上一节说的C枪一样 在这个电击头上面做一个frame 编辑以后机器人做为焊枪的时候设置为TCB的时候 编辑选中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连接板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个frame 使这一项是法向 这个frame的这一项是朝焊枪的内侧 在这个圆圈的中心 选择一个frame 嗯 好了 在我们看这把焊枪 X焊枪的话跟C枪不一样的 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因为它是一个连感机构 它这个气缸它是两个电击壁的话 它是两头都有连着的 所以它是一个连感机构 所以说做这把焊枪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复杂一点 我们就细致来讲一下应该要怎么制作 学员们请看清楚我的一步步操作 如果说你一旦选错了顺序 对于可能会制作失败 好 我们现在来自制作 同样是我们先创建它的link 最初始的link 这一个link 这是一个机器人连接板 这个link的话它是永远不会动的 我们选中 好 F9同意 这个link已经创建好了 好 现在我们创建动的link 这是电击壁 这是一个微动的静电击壁 但是它也是会动的 就是它的活动的范围不是很大 我们把它选中 把它选中完全全部选中 好了 这里我们就已经把它选完了 这个我们选好了 这个我们选好了 OK 同意 F9 再继续我们做这个link 动别的link 当然记住不要把frame选中了 frame是不能动的 大家记住了 我们可以转动角度去把这些东西选中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点的话 要花很长时间去点它 所以说我现在一直在转动 选 便于我们更好的选择 能快速选择 所以一直在转动 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 你们可以多尝试几遍 因为这种焊墙的动作的话 相当来说较为复杂一点 好 现在我们这里面也选择完了 F9同意 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我们做的这个纪念笔的 纪念级的b 有没有选择好 都已经选择好了 是的 好 继续创进link 这个气缸作为一个link 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进气阀 进气口 一个是进入一个输出的一个 气路的一个进出接口 好 这个气缸我们选择好了 统一 好 再继续选择 这个 选择好了 选择好了 这个是单个的一个气缸的伸缩币 同意 选择好了 选择好了 现在选择 link我们创建好了 我们开始创建它的关节 关节的轴 旋转轴 我们开始创建的是这个轴 最中心的一个旋转轴 最中心的一个旋转轴 好 这个轴创建好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创建 这一个旋转轴 这一个旋转轴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的方向键 可以切换视图 快速的切换视图 善于用键盘上面的快捷键 我的PPT里面 教程里面快捷键 大全的话都已经给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使用快捷键 这样可以更方便的利用我们操作 然后这一根 这个连杆 这个是气缸的伸缩杆 它一般是直线运动 所以说我们只要画一个垂直的 垂直这个方向的 平序这个方向的一根线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创建的是这根轴 这根轴的话在这里挡住了 我们把这个先隐藏一下 等一下再显示 OK 现在再继续创建这个轴 选中 切换 切换到另外一侧 再去选 自动扑作的两个 好 剪出来 好 现在这根轴我们也剪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显示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创建它的轴了 创建它的关节 开始 首先 这个创建关节的顺序大家要搞清楚 首先 这是静电极 我刚刚跟老师说的静电极 然后这个是动 动电极 所以说我们选中它 按老师选择的方式方法去顺序来操作 然后选择轴 我们先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轴 省掉 好 然后现在 选中 走 选择好 旋转 这个是旋转 这个是直线运动 现在我们是旋转运动 同意 OK 我们看这里 J1 是Correct 这已经成功 但是这个 出现这个提示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这是一些软件的一些bug 然后我们再继续选择 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气缸是在 连在这上面转动的 可以这样转动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选中 先转 F95同意 再继续看 J2已经双进成功 好 我们再继续 这一个 它的气缸的一个伸缩感 是在这气缸上面运动的 所以说这是附体 这是肢体 这个记住了 这是直线运动 我们选择这个 同意 好 这个创建 看一下 J3 创建出来了 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创建的是 这一个动作 这个作为附体 接下来的话 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是附体 这个作为直体 这是附体 这是直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来说 这个是不动的 这个是动的 然后之后 它就会组合成一个 点感机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是旋转运动 选择它 这个轴 统一 OK 解释 创建成功了 OK 然后我们最促使的 这个是不动的 然后 这个轴的话 静电笔会老子 这一个 机器人的连接板的话 会有一点点微动 所以我们同样要把 这个动作做出来 选择它 这是不动的 这是动的 然后再选择这个轴 OK 统一 再继续看 接5 创建成功 创建 关节 我们已经建完了 Define一下 看一下 has been defined 一定成功 大家可以看出来 好 现在我们开始创建它的 状态 close状态 为什么它是现在 刚刚我们建了 总共是建了5个轴 这为什么这里只有2个呢 是因为 我们其中前面的1234 它已经变成一个轴了 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检查它 现在的话 看 只有2个轴 因为1234 它已经合为一个轴 我们看一下 它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到没 大家看到没 这个东西会是一起联动的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吗 它是一起联动的 所以它只出现一个轴 显示在我们这里面 好 设置一下 那我们再看 J5是什么情况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的话 会再次上面有一点点微动 然后这个 当然是不会转动这么多 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 行程来限制它 好 先 我们再继续把它的动作做好 J5 J5 它打开的角度是 我们先做J1的 打开的角度 它是close 我们是0.2 不止 0.5 0.5 这个动作 0.5 这里需要负的 然后这里是需要1 我们量一下 现在我们按下F10 让它出现一位效应状态 我们量一下 这个状态 它的形成是否是对的 因为我们要 互相往里面压2.5毫米 为了接近于真实情况 看是多少 3.5 哦 这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编回来 0.4 差不多 这个就是差不多0.8了 再量一下 好 2.6 差不多 总共加起来的话 两侧的端点加起来的话 大概5毫米 OK 同意 现在我们去套件 cmeopen 好 负的2毫米 我们让它打开35厘米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不到 可能也大概更大 4 好 这个 我们要让这个 往下运动5毫米 呃 我们这个币的话 可以让它运动更大一点 我们让它 比 呃 往下 10毫米好了 10毫米 好 这个就是 2 我们量一下 是否是对的 13毫米 多了 1.7 再量一下 11 1.6 再继续量 4毫米 这里现在已经4毫米 差不多了 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再继续 做这上面 往上 30 往上30的话 6毫米 差不多 我们量一下 量它 到它的尖端 30 28 差一点 好 6.3 差不多 再继续量 OK 现在3毫米 总共它的这个 建计的话 是4毫米了 好 这是 10毫米 状态 然后现在我们再做一个 Open状态 Open状态 打开是 我们让它打开100度 这个状态是不变的 因为Open状态的话 这个行程是不变的 我们尽量是这个打开 这个可能要12 它的最大行程可以打开多少 我们看这个气缸 因为在你射击焊枪的时候 你会把它的行程固定下来 看一下这里 这个情况 好 这里差不多已经到极限了 这个气缸的行程 我们再量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大概的角度 大概的一个距离是多少 119 大概大 19度差不多 好 应该还不到 18 差不多 再量一下 106 17 好 现在形成是100了 OK了 同一 好 它的状态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回到Home状态 去发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状态 接5 刚刚说的我们要用行程来限制它 这个接5的话 它不可能这样 实际的行程不可能这样可以转的 我们要用一个命令 就是 Range 形成控制 然后让它 形成控制的话 让它是Row Limit 最大的到0度 好 这里最高的到2度 接5 同一 我们再定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行程 是不是 变化 看 我们这样转动的话 它只能转这么多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把它的行程固定了 固定了 恶力平衡 它属于一个恶力平衡 平衡机构 如果当焊枪打开的时候 这个箱来说 它会有一个微动 由这个平衡缸来驱动它 OK 同一 定义 好 我们先reset一下 定义 保存 保存 好 那样的话 我们再检查一下这把焊枪 因为 这是一个连感机构 我们要再检查一下 它是否是有效的 这把焊枪 我们把这把焊枪加进去 X焊枪 加进去看一下 OK 我看看 用Motion这个命令 可以转动这个 物体 选中它 激活这个 我看到的形成 CM open Open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就已经 我们现在已经模拟到 真实的一把焊枪的情况了 Close CM open Close 这把焊枪的Close 我们没有做 Home CM open Open 它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连感机构 这把焊枪 我们就做好了 当然这一个Close 没做的话 同学们你们可以去试 大家好 这段事情是补充我们前一节课 讲的X3枪Close状态 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原因 我们大家一起分析探讨一下 加上大家的记忆 大家看 我们打开这把X3枪 好 我们点开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看 现在接五状态 然后我们转动它 现在这样 往这边转 0度 到0了 到0了以后 它就已经到极限了 记得我们之前设置的Range 是从0度到2 再到0度到2 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 它当然是不能 当然是说它的Close状态 没做出来 就是原因 就是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设置 我们-2度到2度 定一下 再看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一个状态 好 现在它可以往上了 它也可以往下了 好 热射了一下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Close状态 它是其中是有一个 是 这一个字是有线到里面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Close 它是有线进去的 两边有夹紧线进去 说一说 我们Close状态没有成功 就是这个原因 这也是我刚刚的失误 好 把这个问题再重复录制一个视频的话 让大家加深记忆 不要 下次不要出现类似于我这样的错误 OK 好 现在我们把它保存 完毕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 是否成功了 Close状态是否成功了 我们先打开 我们可以把这个 纸 射慢一点 嘴巴 很想它就会打开慢一点 好 我们看 现在我们用Close 看到吗 现在可以了 Open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结构的一个运动过程 我们再慢一点 Close 看到吗 看到它是属于是同一时间在 上下在同一时间在动的 大家一起插摩一下我之前做X含量的这种顺序方法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效果 跟现场的实际情况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分析和探讨一下 有什么目的 再打两个 好 谢谢再见 如果说最好的话是在QQ里面 或者说我们在 用网络方式来联系的话 是可以直接进行实地教学的 好的 就这样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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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